陈總監 嗨 又見面了 高董 你怎麼也在這裡 你不知道嗎 我們美福立即將要在萬波百貨開專櫃 所以我就先過來看一下 順便打探一下敵情 新運動要在這裡辦發表會 是啊 到時候歡迎高董 麗玲指教 不敢當 不過看來我們即將會是競爭對手了 陈總監 我其實查過你的背景 你在回來新華之前 在上海群上當行銷總監 成績不錯 原本還在想 要是我能夠買下新華 你絕對會是我要留下來的人 不過真可惜 張董拒絕了我的提議 不過沒關係 我是一個懂得習材的人 如果你願意過來美福立 我一定會好好的重用你 而且條件讓你開 謝謝你的肯定 我心領了 不過我暫時只想專心把新運動做好 沒有其他的計畫 你真的不好好再考慮一下 我想你之前應該也調查得很清楚 我是張家的一份子 那我背棄自己的家族 跑到對手公司去的道理呢 我勸你不用白費力氣了 況且這場仗 誰輸誰贏也不一定 沒關係 我資金熟後可以陪你們慢慢玩 不過我聽說 半年業績沒達標 就會被萬波要求撤軌 對 辛華真的有辦法撤軌半年嗎 幸運動要是在你的手上垮掉 你之前累積的名聲就全都毀了 而且我知道 你並不是張董的親生女兒 所以嚴格上來說 你不是張家人 沒有必要為了辛華賭上你自己吧 好好考慮的提議 高董 這麼快就改變心意了 幸運動是我從無到有 一點一滴慢慢孕育出來的 我對待它 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用愛在呵護著它 我知道它有多少優勢 也很清楚知道 它有多少成長空間 就因為太了解了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它絕對可以跟美福利代理的 國外品牌較高下 還有 雖然我姓陳 但我就是張家人 這一點不管是 我們家族裡的任何人 包括我自己 都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 你這種挑撥離間的伎倆 顯得你很沒格調 跟你說話是浪費我時間 喂 最後你的事情已經可以撈飯吃了 我坦白說就不要哭再懷疑我 我坦白說就不要哭再懷疑我